这个五十几年的在台大的外科医师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都要记住 三人行必有我失 互相学习人家的长处 把自己的缺点把它去掉 谢谢高大夫 众模兄 再来是您的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落节就说 很多年前 走老的话 每次自然疗法这个期刊印出来 有时候用记的 有自己的跑过去找我拿给我 是不是 我记得这个河河社长也陪着他 是不是 很早我都知道他办这个杂志 看他里面的内容 找大陆的台湾的不同的人写 他自己写的东西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 人家说要害一个人 就让他办杂志 可是我们这个守老几十年 其而不舍 他依照如何 我真的我不知道 他那个细心 他耐心 我真的会打病 所以众模兄 您就再介绍一下 令尊 让我们再深入的了解 谢谢陈所长 各位先进 各位长官 还有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想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 今天的神医师的思想的一个纪念会 今天也刚好是我父亲过世七周年 刚好是今天 那非常感谢何社长 能够非常热心的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 替我父亲做 这样这么样的一个追思会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张奇医师 今天能够有这个一个新书发表会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心 所以本来我想问我有多少时间 一分钟的话 我有一分钟的说法 那其实 当然先跟各位拜个晚年 祝各位新增大吉 健康如意 那接下来我想说 我父亲的一些学术思想 其实他就是散布在 最早的就是革新中医杂志 后来是大同钟医杂志 一直到最后的是自然疗法杂志 那因为在这个属于这个 学术思想方面 因为其实他都散布在这些文章论述里面 那各位来远道而来 我们就我父亲感谢各位 所以我在除了说各位的资料袋里面 有一份散装的杂志以外 那么另外还有一份金装的 那我是抽了一份金装的摆在后面 本来是说找到的可以先拿 结果大概很多人不好意思拿 所以有些人大概手上已经拿到的 还没有拿到的 可能后面还有大概20本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拿一下 我想这是 当然因为这样的书 我想摆在那里 我一直跟何社长说 何社长办的这个活动蛮多的 我一直觉得说 这个书本杂志 这个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那如果把它放在书架上 或者藏在地下室 它永远就是埋没在那里 我说宁可让它遍地开花 所以我是鼓励何社长将来办活动 这些东西我都尽量能够提供 让各位大众都能够先接受到 那还有几本大家要拿的赶快去拿 那我想因为 其实我本来要讲几个例子 因为早些在我父亲四周年的时候 何社长也办了一次这样的一个追思会 那会中我大概用一个简单的换真片 大概已经做了个介绍 那今天这样的场合我想也不愿意再重新再讲一遍 所以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 那当然在座的有很多学者专家 甚至有好几位医师 像刘医师还有陈医师 董国医都在还有王医师都在 所以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冒犯各位 那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根据我父亲的一些最后的 他有三句口号 他认为说自然医学呢 他就是一个人人医学 家庭医学 也是预防医学 那像我们的 欧阳因老师 他的家文化 就很符合我父亲所谓的家庭医学的 一个观念 那另外在人人医学方面 我就说自然疗法 或者自然医学这个东西呢 希望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我们自己学 或者说你的周遭朋友都在学 我想充其量只是一个独善其身的方法 那我们能够透过学会的力量 透过团体的力量 把我们自己得到的一些宝贵的经验 能够散发出去 能够做到推起及人的 这个一个境界的话 那这样可以造福社会的大众 那最高境界就是什么 奸善天下 我们人生三境界 那我们当最基本的希望 能够从自己做起 就是独善其身 也就是我父亲所说的 人人医学 那每个人都要会 那这个最简单的 就是从我们简单的 饮食起居方面来着手 那我其实要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其实因为我父亲的关系 那么在我们一般的生活里面 那我父亲他是比较折善 折善固执的人 他折善固执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说他四次跟西医做对抗就对了 从他早期的认处开始 他的不管怎样 都是反对西医就对了 那当然西医来讲的话 其实在我们自然医学的领域来讲 简单来简单挂分 抱歉 因为其实我们的张祁 是他的一个自然医学原理该论 因为我今天才拿到书 还没有看 所以讲的如果说 跟他有时候冲突的话 多多包含一下 那我想说自然医学 其实他简单的分别 就是它有一个同样疗法跟异样疗法 那所谓的异样疗法就是我们目前所称的西医 但是因为现在中国台湾的医界的环境是主流医学是西医 那么西医它其实如果说一杆只要把这个自然医学都打翻的话 其实呢在自然医学的领域上它分成两个 它领域说异样疗法把同样疗法排斥掉 这样的这个应该是说本是同根生相间何太极 所以只是我们一直说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有时候就是说我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各位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医政体系来讲 跟大家切身有关的最有关的就是什么 中央保险健康保险 我们知道在卫生署以前的卫生署底下有两个机构 一个是中央健康保险局 还有一个是健康 国民健康促进局 有这两个系统 现在名称有改 稍微有改 这两个机构 简单来讲应该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假如大家国民都健康的话 我们的保险费用是不是就可以降低 那你保险费用不足 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健康保险费 是不是每年都在调账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台湾的医疗设备 就医学大楼好了 或者医院越盖越多 越盖越豪华 是不是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国民的健康越来越差 所以就必须盖那么多的医院 深色那么多病床 才能够满足这么多的生病人口 那这样我们的健康局在做什么 健康促进局在做什么 那变成是好像这个 当然健康促进它在做那个防疫啊 卫生那是另外一个 只是我们很粗浅的来看这个东西 各位的健康保险 每年一直要突然 那个健保非常缺口越来越大 那越来越大的话将来甚至我们 大家到人口老化以后 那个健保的体制 已经没有办法再照顾我们的时候 这个就要破产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想 因为牵涉的问题很多 抱歉我讲这个有点 我只是一个很粗浅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严整的一个论述 大概是我的一个观念里面 这样想出来的 那我就觉得说 每个人的健康 其实舍我其谁 一定是自己要照顾自己 那我想我简单的大概提这一些观念 那大家讲说 如果说我们全民的健康都要靠医生来照顾的话 那我们除非有一个更完善的制度 否则我们将来人人没有办法 只能自求多福了 那其实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讲过 人类的病大概还有16%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所以你即使科学在发达 那个技术在进步 好像还是有16%的医啊 那个病啊 没有办法治愈 那没有办法治愈 所以各位我们再回归一个自然界来讲 在自然界的所有群居动物 社群动物里面 不管蚂蚁蜜蜂这些你来看的话 没有一样的动物有医生这一个分类的 只有人类才有 只有人类才有 那到现在大家都已经依赖到医生到 没有医生你没办法活下去的时候 这个物种是不是叫灭亡掉 这个好像有点言过其实 那我在讲的就是说 我还是回归到我父亲最后的他的三句口号 我们要提倡自然娱学 不是说在跟西医对抗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建立大家 在健康促进方面 我们要能够做到人人医学 家庭医学 最后就是预防医学 好那这点希望大家都以后都能够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